打开中国轿车的销量排行榜 排在前几位的永远是 朗逸 轩逸 卡罗拉 宝来 速腾 等等这几个十几万的紧凑型家用轿车 而今天老司机试车 是用来带大家看一款 在这个级别 中国消费者近十几年来都无法绕开的车 丰田 卡罗拉 2004年第九代卡罗拉当时还叫花冠国产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卡罗拉这款车就进入了 中国人民的汽车选购清单 哪怕你最终没有买过卡罗拉 但是你一定一定考虑过这款车 所以今天师兄用身旁这台 第十二代的顶配混动版卡罗拉 来给大家解决一下 选购这款车的几个核心痛点问题 痛点问题一 也是考虑卡罗拉的消费者 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 就是他和广汽丰田雷宁怎么选 当卡罗拉来到第十一代的时候 在中国出现他的兄弟车型 广汽丰田的雷宁 一直以来雷宁是基于煤版卡罗拉打造 而一汽丰田的卡罗拉是基于欧版的卡罗拉打造 他们本质上是一台车 只是造型略有区别而已 在我们眼前的是他们的第十二代车型 能看出前脸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雷宁用了一个勾字形的大灯 看起来更加的凶狠 而卡罗拉的大灯更小 并且更精致一些 这台红色的雷宁 是一台1.2T的运动版车型 所以他使用了17英尊的大轮圈 而卡罗拉是一个1.8升混动的顶配车型 并没有运动版的造型 显得更加的朴素一些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其实卡罗拉也有与这对应的运动版车型 侧面剩下的部分 两车造型基本一致 而尾部的造型也很相似 只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而在市场表现方面 卡罗拉因为有着更高的知名度 所以它的销量要明显高于雷宁 但是雷宁的市场终端优惠 要略高于卡罗拉 如果说到这里 你还不知道怎么选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年轻气盛的内型 那么选择雷宁就好了 如果你是稳重成熟的内型 那么选择卡罗拉 第二个问题 卡罗拉你是买1.2T的纯汽油 还是买1.8的混动 这也是很多人纠结的一个问题 刚才大家看到的这外观方面 那台红色的雷宁是我们同事的车 那是一台1.2T的车型 而现在的卡罗拉是一个1.8升的混动 所以这两个车 我是在同一时间 仔仔细细的对比开过 现在我就给大家来说一下 这两个动力的区别在哪 首先1.2T它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调校 116马力 198牛米 调的非常的低 所以动力感受确实也比较的弱 0到60还凑合 60以上就基本靠优了 所以1.2T的动力我觉得是不太够用的 百公里加速也会去到大概是13秒左右 即使是对于一般家庭的代步需求 我也觉得那样的动力是不够用的 而这台1.8升的混动车型 1.8升的发动机是98马力 142牛米 再配上一个73马力 163牛米的电机 它的总的输出功率大概是122马力 但是由于有电机的加入 所以它在低速时候的油门反应 它扭述上来了 你看还是相当的凝利的 明显就是大于了刚才说1.2车型 不够用的那个动力 这个动力已经算是还可以 虽然谈不上多强 但是其实日常城市开 绝对还凑合了 没有明显的不够用 这是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在动力强度上 而两万动力强度我想说一下 1.2T和1.8混动 是些开起来的感受上的区别 主要感受在声音上面 因为这个1.8的混动 在中低速或者是在滑行的时候 它相当于是一个纯电形式的 它只是电动机刻意营造出那个 呜呜呜呜那种声音 来提示行人的声音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纯电的声音 当然如果你需要极加速的时候 发动机介入的还是相当的明显 因为有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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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因为这个汽油机声音本来就很大 另外一方面是刚才汽油机没有介入的时候 这个车太安静了 所以这样一对比起来就显得这个声音格外的大 所以体感方面 汽油机没有介入的时候 这个车是非常的安静顺滑 但是汽油机介入的时候 觉得会比1.2T的车型更加吵一些 而实际使用的油耗 因为这两个车呢 我没有进行严格的油耗对比 我只是问了一下 刚才同事的那台1.2T的车型 它的油耗大概是7升左右 而这台混动车型表现油耗是在4升到5升之间 也就相当于每百公里能省个2升多的油 价格呢 1.2T会比1.8混动在相当的配置上面 便宜大概1万6千块钱 但是配置会稍微少一点点 当然你想用每天省下一些油钱 来弥补这个售价上的差异是不太现实 因为那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但是即使这样 我仍然推荐大家购买1.8混动的车型 因为第一 在这个级别风田的混动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技术 也能买到一个读书一致的车型 第二 大家说过 混动车型动力确实来得要更加强一些 没有了动力不够的尴尬 选完动力之后呢 我们再来聊一个很玄幻的词 叫TNGA Toyota New Global Architecture 就是风田新的全球化的架构 这个架构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什么 首先整个车底盘感受有一个本质的飞跃 要知道上一代的风田 包括卡拉 包括凯美瑞那个级别 底盘的感受都很单薄啊 叮叮光亮的感觉 现在TNGA架构之后 整个底盘非常的缜密 以及厚重 和德国车那个硬朗的厚重还不一样 这个是柔中带厚的感觉 我不知道我这么形容 你能不能理解 所以现在其实 卡拉整个车的底盘质感 在这个级别 10到15万的加速轿程里面 已经算是顶尖级的水平 数一数二的底盘质感了 其实呢 TNGA之后 风田的底盘提升很多人都说过 而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 他新加入了这套 叫TSS的驾驶辅助系统 首先他有一个全速段的ACC 我现在是停车状态 我已经能设置ACC打开了 这些很多车的ACC 做不到的停车阶段就能打开 等会起步 我点一下油门 他就跟着走了 好 你看现在停车的时候 点一下油门 他就跟着前车 慢慢开始走了 你看 开始起步 然后前车刹停的时候 他也能跟着刹停 这全速段的ACC 非常好用的一个场景 也就是在拥动路段 也能使用 这是很多其他车型的ACC 做不到的 其次呢 它的加速以及制动 都是来得非常的柔和 和真人开车很像 所以他有这套全速段的ACC 系统在这个级别 我是要强烈点赚的 是大大的好评 其次它有一个车道保持 在车道线比较清晰的时候 比如说现在啊 它工作还算不错啊 它能识别车道 并且在车道居中形式 不是画龙 但是啊 它的车道线的清晰程度 要求比较高 但凡有一些不清晰 它就会退出工作 你看现在退出了工作 我在一个交叉路口 所以它整个车道保持的工作的强度 是不如比如说特斯拉 不如宝马的 但是考虑到这个价位 这个级别 我觉得也能忍 所以呢 其实卡罗拉现在全系标配 听清楚了 全系标配的这一套安全辅助系统呢 是它的这个车的核心的卖点了 因为在这个级别 哪怕是在往上一些豪华品牌 哪怕是沃尔沃 都没有所有的车型 都全系标配这个安全系统 但是卡罗拉10到15万车型 已经做到了全系标配 其实在买了X3之后 我对于我下一台车的期望 配置方面一定有两个必选的配置 一个是最加热 大家嘲笑我很长时间了 第二个就是有L2阶段的辅助驾驶 但是这么看来 我只要买一台15万的卡罗拉 就能满足我对配置上的需求 这个世界好神奇啊 同样得益于TNGA架构的 还有整个内饰的质感 方向盘啊 皮质很细腻 上面的这个糖素功力的覆盖 很软糊 这边有四门的车窗一键升降 这在上一代的丰田车中 是不可想象的 这边呢 还有电手扎和Auto Hold 包括整个挡杆的质感 操作起来 哇 还是很扎实的 和上一代丰田送送花卡的内饰 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区别 而说到内饰 不得不提中控台上 巨大的那么一个屏幕 这个屏幕倒和TNGA架构 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因为它是一个 中国市场专属的一个配置 看起来有一些 气配层的风格啊 和整个内饰显得 有一些格格不入 而屏幕操作起来的感觉 和上个世界赛班系统很像 还是比较的卡顿 不如现在的比如说安卓 iOS等等 屏幕里面的功能 还是比较丰富 有QQ音乐 西马拉雅 FM等等 但是整个屏幕的UI设计 包括配色 绝对是2000几年的风格 甚至已经延伸到了 我中间的这个夜景仪表 也是2000几年的配色风格 所以丰田包括整个日汽车 屏幕的UI设计操作的便利度 确实不如德国对手 比如说这个级别的高尔夫8 整个屏幕已经做的是 非常的有科技感了 甚至上到很高的级别 雷克萨斯 LS100多万的车 屏幕也不如奔驰的宝马奥迪 我觉得这是日汽车 急需单身的一点 看到这儿你肯定会说 师兄啊 你把考拉这个车还说的挺好的 对 但是这个车有没有槽点呢 当然有 首先是后排空间 前排是我的驾驶位置 我在做到后排的腿空间 大概是两指不大 头部空间几乎已经顶头了 要知道考拉的轴距 可是2700毫米 还是挺长的 但是你架不住 在这个级别 德国人可是在无休止的家常 所以这样的后排空间 仅仅说是刚刚及格罢了 而后排椅背它显得比较窄 问题在于它的椅背和门框之间 大概有这么宽的区域 都是黑色的硬塑料 黑色硬塑料 首先扣上去会比较的硬 其次这是一个冬冷下热的材料 也会很不舒服 如果这个部分换成熔面或者是皮革的话 后排椅背的舒适性 将有很大幅度的提升 其次配置方面 考拉有一个一直为人诟病的问题 就是有倒车影像的配置呢 那就不会给你雷达 有雷达的型号 它断然也不会有影像 两者不可兼得 所以这些小的槽点 总结起来就两个字 成本 平凡是很多人用来形容 卡罗拉的一个词 没有什么突出优点 也没有什么明显短板 是我们对于这台车的固有影响 全球卖出超过4600万台的卡罗拉 和平凡的你我一样 默默的为这个世界 做得属于自己的贡献 十代构建硬朗造型 十一代引入混动系统 十二代标配驾驶辅助 正是卡罗拉一直以来的不断进步 才赢得了全球近半个亿用户的认可 虽没有路定巡洋间的显赫名声 也没有LFA的万传呐喊 但深耐平凡的卡罗拉 也创下了非凡的成绩 平凡不是平庸 平凡也需努力 紧紧死篇至今的一些平凡的车子 至今的一个平凡的自己